大家好,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角是远征一里人气最低的角色,钟慧。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钟慧的使用率这么低呢? 他的实力难道就真的如此不济吗? 以后还有没有翻身的机会呢?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 首先,钟慧有着和花蛮一样的职业错乱问题。 职业因素在前期的问题不大,但却很影响武将的未来发展。 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武将登场,假设有一名武将,在能力上和钟慧接近,但在职业上却更符合队伍的整体效益。 那么毫无疑问的,钟慧将会因为职业问题而失去竞争优势被放弃。 我举个例子,花蛮虽然是突袭武将,但他其实更适合放在节奏慢的抗队,比如女团、旅部队和脏水队里。 在当前版本,花蛮放在这些队伍里,都可以有很好的发挥。 但如果以后有功能和花蛮类似,但职业更适合的辅助武将,我就不会再考虑放个突击武将在队里。 同样的,钟慧虽然是防御武将,但他的增伤能力比防御能力更好。 比起抗队,他更适合放在灭队里。 以后如果有和钟慧功能类似的辅助武将,我也同样不会选择使用防御型武将。 因为武将的职业越集中,培养起来就越方便。 除了没有职业优势外,钟慧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开场自保的能力。 这是防御型武将最重要的能力,也是决定一名防御型武将,是否优秀的决定性能力。 一个开场有自保能力的防御型武将是合格的,而一个开场有保护权队能力的防御型武将,是强大的。 清楚掌握这个要点后,以后你就知道该重点培养谁。 钟慧最大的问题就在于,他没有任何能自保的被动技能。 他的减伤能力,只有在发动怒气攻击后才会启动。 防御型武将由于回怒慢,无法在第一回合发动怒攻,所以通常都会有很好的防御型被动技能,来保护自己。 以同是卫国的防御型武将来举例,司马懿开场自带减伤,曹仁开场自带护盾。 徐楚普攻能回血,自身血量减少到一定比例后也会回血。 夏侯敦有代替队友承受普攻的能力,每发动三次就能回怒回血,并提高自身减伤。 这些都是不需要发动怒攻,就能拥有的自保能力,也是防御型武将用来对抗,怒攻发动速度更快的突击型武将的重要武器。 这是抗队打灭队的关键能力,大家可要记好了。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中会的两个被动能力。 三星被动,使后排武将造成的最终伤害提升35%,并使我方后排获得治疗时,50%转移至自己身上。 后排35%最终伤害提升,始终会最有价值的能力。 这个开场增伤,也是目前全游戏最高的,比国家二层感电所提供的20%,最终伤害提升,还要高出不少。 而且并没有回合限制,只要不被驱散,增伤就会一直存在。 唯一的缺点就是只有后排能吃到增伤,但这个缺点可以透过专武来修正。 顺带提一下,国际服中会的三星技能,是有大幅度被加强过的。 陆服的中会只能提升25%最终伤害,转移的治疗量也只有40%。 光是这10%最终伤害提升,就足以让陆服和国际服的中会,地位变得不一样。 五星被动,敌方没有一个单位血量,首次低于50%,中会驱散自身一个异常状态,并恢复20%最大生命。 五火,当被动技能触发两次后,中会增加20%最终减伤,并使自身异攻附加当前生命值20%伤害。 中会的两个被动都是偏向回血的,唯一的减伤被动,也要等到敌方两名武将半血后,才会发动。 中会的五星被动无法在开场给予中会任何防御支援,但却在中场给了中会输出能力。 同样不善于防御,但却可以输出的防御型角色还有森策。 两人都有机会在水晶登场后,在水晶队力打工。 水晶是顿系的领军人物,也是所有防御型武将的天堂。 所有失业的顿系武将,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就业机会,就连将尾也可以入队,组成著名的水疆队。 中会的怒工会对敌方前排造成伤害,并使自身受到的所有伤害结果下降30%,效果不可叠加。 并对敌方前排施加嘲讽,使其攻击和追加效果的主目标都会变成中会,持续两回合。 使所有伤害结果下降30%,是非常强的减伤效果。 这也是中会唯一一个,可以主动触发的重要减伤技能。 如无意外这个伤害结果是包括真伤的,不过这点还需要有中会的玩家实际去测试一下。 这个减伤能力也是中会能嘲讽敌人,吸引火力的重要本钱。 如何能尽快地让中会释放怒工,启动他的减伤能力,将会是中会玩家需要解决的问题。 嘲讽能吸引敌方前排火力,让他们只攻击中会,进而保护我方其他前排,特别克制单体攻击的武将。 但比较尴尬的是,如果被嘲讽的对象是攻击前排,或攻击全体的武将,这个嘲讽就相等于没有。 这个缺陷需要中会升到一火和三火后才能弥补。 一火后,处于嘲讽的敌方,在攻击中会以外的友方时,造成的最终伤害会下降15%,三火后,被嘲讽的对象造成的最终伤害会下降30%,这是相当高的减伤能力。 要知道曹操的怒工和曹丕的羁绊,叠三层也只有24%的,最终伤害下降而已。 中会与邓爱的羁绊,可以提升中会15%减伤,提升前排25%抗暴,这是中会唯一自带的开场减伤。 邓爱与中会的羁绊,也可以提升后排单位吸血率,后排吸血就等于是间接位中会回血。 邓爱真不愧是中会的好机友,直接帮中会解决了不少生存问题。 战魂潜能推荐 中会的弱点也可以透过战魂来解决,所以战魂的选择对中会是至关重要的。 首选连携加护,这是最好的开场减伤战魂,可以帮助中会度过发动怒工前的空白期。 如果你的队伍里有增加坦度,又有加速回怒的队员,比如曹丕。 那么战役勃发也会是一个不错的选项。 只要中会能释放怒工获得减伤,他的生存就能有保障。 潜能点23222或13222,中会无火技能会附加当前生命值伤害, 所以潜能都集中在减伤上,尽可能让他保持高血量。 战位上,由于中会可以提高后排输出,所以一般都会选择战前排,避免和其他武将抢位置。 阵容推荐 切后真正强势的是第一只极限切后面对,详细内容可以到邓爱那篇影片观看,这边就不再赘述。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队,属于极限切后面对成型前的过渡队伍。 成员是孙坚、周泰、中会、邓爱、太史慈和孙上香。 队伍仍属于比较传统的保守切后,靠的还是前排扛住伤害,然后再慢慢地将敌人后排打掉。 抗面属性也是平均点,不会像第一队那么极端,胜负权在第一回合决定,孙坚、羁绊能提升自身减伤,和五国武将的最终伤害,为太史慈和孙上香增伤。 怒功会攻击一列,并降低目标最终伤害和最终暴击率。 当自身的生命低于攻击者时,还会降低30%受到的伤害。 在这两段减伤下,孙坚会变得非常难缠。 受到普攻时,还有概率降低攻击者300点怒气。 孙坚是前期非常好用的武将,对敌方一列有着非常强的限制效果,经常能让对方打到没脾气。 放在一号位用来限制敌方主力输出的效果绝佳。 第二回合开始,还能恢复我方前排30%最大生命。 有孙坚在的前排会变得非常坦。 周泰,本身也很能扛,而且还可以造成,已损失生命值的25%伤害。 首次生命低于40%时,会发动所写三回合,受伤不会超过自身最大生命值10%。 有专五后,回合会延长至四回合,所写更是会降到5%。 让他在低血量时,还能坚持一阵子并进行反击。 普攻能恢复除自身外,生命最低武将20%周泰的血量。 有专五后还可以额外为三名生命最低武将回血。 周泰和孙坚一起担起了队伍的扛伤和回血责任。 周泰和太史词的羁绊会提升自身减伤。 开始此普攻两次后,周泰会立刻回怒500点,并提升吸血率。 让周泰可以在低血量时,透过伤害来回血。 中会的嘲讽,可以适时地为两位武国坦克,分担一些伤害和提供减伤。 被动也可以为后排武将增伤。 同样能提供前排减伤,后排增伤的还有孙上香的羁绊。 孙上香可充当工具人,帮忙吸取敌方后排怒气,和多次行动打暴击来给邓爱回怒。 邓爱可输出,可和孙上香一起联合控制敌方后排怒气。 羁绊可以提供后排吸血,被动提供开场增伤,也提供不利状态增加太史词的暴击率。 太史词与周泰有羁绊,可获得无视防御,和暴击提升。 周泰普攻两次后,太史词会立即获得500点怒气,每场最多触发一次。 可增加太史词输出的频率。 在邓爱还没无火前,太史词都是这支队伍的主输出,专舞出来后强度还会得到爆炸性的提升。 队伍的整体强度虽然不及第一队,但胜在容易培养成型。 心愿可以培养孙上香,远征义可以集中抽邓爱,中会也只要三星成为工具人就好。 其他的武将也全都不是SSR,升星也容易。 替补方面可以考虑司马懿和曹仁。 将他们放在替补席,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好,只是因为他们都是SSR,过度的成本较高。 有条件的玩家,也可以直接使用他们过度。 司马懿是前期推图的好帮手,切后和火上,在皇天打人少的副本都非常弱势。 培养了司马懿就可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。 曹仁和孙坚可以组成非常坚固的前排防御,也是非常适合火上或切后的过度成员。 司马懿和曹仁都是吴国队伍成型前的好帮手。 未来发展和抽取建议。 中会最大用处,就是三星的开场后排增伤被动。 虽然中会在定位上,是属于增伤和减伤坦,但减伤的功能并不比其他防御型武将好用。 所以一般想减伤,都不会考虑上阵中会。 如果只有后排增伤,中会可使用的范围其实也很有限。 好在未来,专舞会将中会的被动提升为全体增伤,后排回血的转移量,也会提升到100%。 光是这全体35%的最终伤害增加,就能让中会成为非常有价值的增伤工具人。 只可惜国际版不像路版一样随时可以抽,武将成本提升了非常多。 但幸运的是,这个全体增伤,只要一火就可以激活。 专属换武增加的其他功能,有兴趣的玩家可以自行参阅,不是重点所以就不在这里叙说了。 增伤提升为全体后,也解决了中会后期位置尴尬的问题。 一个成型的切后面队,主力会直接站到前排输出,所以中会的后排增伤能力,在后期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。 有了全体增伤后,中会能运用的场合,就不仅局限于切后队,在其侧里也是很好用的增伤。 和中会定位比较接近的防御型武将,是远征三的高顺。 高顺正好和中会相反,高顺的保护机制,比中会更加全面简单而且好用。 但增伤的条件就会比较麻烦,更适合打全体的武将,特别是吕布来使用。 国际版对于中会增伤方面的提升,至少让它在支援打击人数较少的输出武将,比如单体或一列的武将上,会比高顺更占优势。 不会像陆服一样,完全被高顺压着,出不了场。 未来中会,在国际服的专武,还会不会有额外提升还很难说。 当然对于平民来说,一伙专武的增伤工具人还是太贵了,大佬倒是可以考虑升到一伙备用。 最后,最重要的还是专武出来的时间,如果来得太晚,这个全体开场增伤的重要性,可能就没那么高了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,喜欢我的视频的,可以点个赞和订阅支持一下。 感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